1962年罗德岛州普罗维斯登 在城市外的不远处墓园里 正举行着侍者安格教授的追悼会 有关于他的死亡状怂风云 有说是被水手打死的 有说是被诊断出心脏病的 但不管怎么说 身边留有一大笔遗产总得处理吧 而他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侄子 瑟士顿 想将其所有东西全部打包回波士顿 同年在瑟士顿整理完安格尔的遗物后 将很多研究资料捐赠给生贤论教的大学 在众多遗物中 唯有一个带着锁的箱子那么的与众不同 将箱子打开后 瑟士顿发现 里面有一块刻有浮雕的黏土板 上面还有着自己从未见过的象形文字装表着 浮雕刻画着一个像是章鱼又像是龙的一个生物在 随后在箱子底部 瑟士顿又发现教授手稿 上面写着一个有关于克苏鲁教团的组织 而这坏浮雕被教授取名为梦境美术作品 哈?梦境美术作品? 我的祖父每天都在家研究些什么东西啊? 1925年3月1日 时间回到教授还在世的日子 这一天的宁静被一个蓬头构发的年轻人所打破 他表明了自己是设计学院系的一名学生 手上有一块黏土板 上面的文字信息需要教授的翻译 不得到嘘寒问暖 他便迫不及待的向教授展示自己的作品 这黏土还没完全干透啊 再说 研究上面的文字是考古学的范畴 和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学生面对教授的拒绝 歇斯底里的说 这坏浮雕是自己做的 是没错 但这是我梦中所眺望的诡异妖城 这是一座比巴比伦和斯芬克斯更加古老的建筑 面对如此真诚的学生 教授便请他到屋里详谈 这个年轻人急切将事情的经过一一巍巍到来 几天前的地震 是新英格兰细今为止观察到最为强烈的地震 地震后的第二天 我就和往常样入睡 习惯的是在梦中 自己梦见了一座巨大 且未曾蒙面的怪异城市 那里面全都是巨石和贯穿天际的石碑 石碑上面全都刻着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 一切的事物全都被绿色的年夜所浸来 从地下不断传来一个词汇 刺激着我的脑神经 当自己醒来后 却是穿着睡衣 雕刻着黏土板的状态 整个行为就像得了梦游症似的 教授听到这个实惠 稍微思索了一下 便问年轻人是克苏路教团里的一员吗 啊 教授 你说的这是什么啊 面对年轻人的质问 教授没有顺着话继续说下去 只是和他说 要是再梦到这些内容的话 就过来找自己 在与年轻人作别后 教授便翻阅起早年间的一些资料 关于这个实惠 其实是崇拜恶魔的信徒 所制造出来 咒文的一部分 几天过后 年轻人再次登门拜访 他说自己这一次梦到巨石和海的声音 并且还听到一个 拉来耶的名字 又看到一个有如高山一般雄伟的体型 接连好几天 年轻人都陆续的将自己所梦到的一切和教授说道 直到一天 年轻人不再出现 教授便联系他的室友 这一问才知道 他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猛的发出一声尖叫 随后便陷入了异症状态 说自己梦见一个大的初期 写在蠕动的东西 教授知道 他梦见的一定是 黏土版的那个怪物 在医生的治疗下 年轻人的歇斯底里依旧未能止住 此刻教授也察觉到 医师异样 回到家就立马开始研究 之前所记录的梦境内容 他推断 在年轻人发疯的当天 是否会有其他人 有一样的异症状态 通过报纸 他搜罗到许多 著名协会 及名人在这一天的遭遇 这些课看似毫无任何关联事件 书写都在 3月23号的时候发生 即便毫无任何关联 甚至说是先强 倒不如说 都是有某种因素 导致的必然结果 等到年轻人康复书院后 教授再拜访他时 就发现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对自己那一个星期的梦境 和行为全然不记得 甚至都不知道 有关于年轻版的任何事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而有关于梦境报导的手稿记录 也就戛然而止 只是瑟士顿知道 自己的祖父对所谓的灵异事件 并不感兴趣 至于他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执着 是在于箱子内的其他稿件所记载的一个有关于十七年前的时间 那一年是祖父最风光的时候 他在一场演讲会结束后 认识了一名来自奥尔良的警探约翰 他找到教授 随后拿出从异教徒集会中收缴的一尊雕像 他们信仰的神是一个长着章鱼脑袋的怪物 警方不论怎么查找该雕像的起源都无济于事 听闻教授所在的学院 是集结了当今世界最为精英的地方 于是人们开始对这尊雕像一轮纷纷 考古学家说 这至少是十几个世纪的产物 地质学家则从材料说这雕像 和目前已知的矿物截然不同 因为暗绿色的石头内 有着金色斑纹 在里面甚至还能看到红色的经脉 语言学家则完全看不懂雕像上 所刻画的任何一个字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自称人类学教授人 打破了大家的思绪 他说自己在48年前 看得过类似的物件 因为较为奇特 以至于他现在都忘不了 那个时候他自己去格林兰岛 做调查时 偶遇 英纽特人在做活祭 在极光之下 他们将祭品活活吊起 并高喊着自己从未听闻过的咒文 风凰舞蹈着 那个时候的咒物才智 和现在的十分相似 当我们问起英纽特人的时候 他们说 这种祭祀早在世界诞生时期 就已经流传下来 由于这段咒文 已经被人类学家 用罗马字母标注读音 并牢记着 于是约翰和他 顺着这个线索 把英纽特人唱的咒文 详细转化为语言 结果是 两个人都同时翻译出 克苏鲁 拉拉耶这个实惠 如果再将其实惠 转变为英文的话 则是 死去的克苏鲁 会在拉拉耶的府邸中 沉眠静候着 面对已经破译出来的神秘文字 约翰只能将案件 向大家到处使墨 在去年11月1日的时候 警察署就收到了奇怪的报案 一个妇女急匆匆的来到 警察署就大喊大叫的说 沼泽处有一个奇怪的机会在 他们用毛骨手蓝的鼓声 以及黄武士的火焰祈祷着 教徒乘船来到村庄内 大肆展开活气仪式 许多村民已经惨遭毒手 面对如此恶劣性质的案件 不少警察都认为 该名妇女是疯了 才会说这种胡话 但作为警察的约翰还是决定 调用一批警力一探究竟 众人在去到位于沼泽处的村庄内 发现仪式还未结束 他们高喊着 克苏鲁佛达根 克苏鲁佛达根 约翰随即让众人把所有灯火全部熄灭 一行人能看到远处疯狂的信徒 围着几具早已折磨不堪的尸体黄武者 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 令他们大失一惊 他们中有四个人已经坏战不稳了 一个人晕倒 还有两个人被吓得不住的惊叫 约翰立刻下令 队伍进行突袭状态 正准备要采取行动之计 有警员就惊恐的说道 眼睛是眼睛 森林森树有六双发光的眼睛在 尽管那里聚集着几百名可恶的黄黄者 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冲向那群 令人作呕的乌合之众 约翰砰的一声 打破了失落信徒们的黄欢 此刻信徒就有如野蛮人一般 不认识执法者手中的枪 他们前扑后继 手势利润朝着一众干员习去 煞时间血漏飞溅 嚎啕大哭声不绝余饿 那无法描述的喧嚣和混乱场面 足足失去了五分钟 有人奔逃 有人开枪 有人挥旋乱打 当警员打光了子弹后 双方又陷入僵尸状态 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用短刀作为武器的手领 却在这时扔下了匕首 到了这里 一场单方面的碾压才告一段落 现场一共逮捕了信徒47名 这些信徒有一半是黑人与白人的混血 其来源大多数是附近的少数民族 在现场 约翰就缴获了那一尊奇怪的雕像 对于活祭上的残忍行为 他们都适口否认 因为这些人都是身属于神秘黑森林中的 黑翼众神杀害的 黑翼众神 这些家伙明显就是为了逃避罪证 而瞎编的谎话 到了提审室做笔录的时候 约翰发现有不少信徒 都是经验极其丰富的老水手 你们神传去世界各地干了什么 是收编教化信徒的吗 还有你们的据点又在哪里 面对一连串的质问 范蕾仰头大笑的说道 自己曾出海到过一些神秘的港口 并且和隐秘在中国大山里的 一个不朽教派交谈过 而伟大古神们 则会穿越寻星来到地球 并将与自身神士圣像 带到世间 从远古实习开始 他们就出现在我们梦境之中 在人类诞生以前 他们就建起了 豪华壮丽的石之都 拉拉耶 当寻星形式正确位置时 他们就能在宇宙中 往返传说 与之相反 如有半点差时 古神就会失去力量 与拉拉耶一同陷入海底沉睡者 我们这些被古神挑选出来的 杰出信徒 都是他的脱化人 最早诞生于世的人类 以古神们的招式圣像 为中心撰写教义 被选中的人类祭品是会庇护无等的 在数百万年的流逝中 被庇护的信徒会因为某些原因 而失去与众神的联系 所以我们就得不断地举行 古神的复活仪式 以便他能找到正确的位置 丛林世界 届时 伟大的古神与人类 将会超越一切善恶 享受杀怒的乐趣 所做的一切都是克苏鲁的指引 那么你们的据点在哪 阿拉伯沙漠中心的爱雷姆 那你们的教典呢 没有 我们的教典都是口头传承的 被授予秘书的人 才会解读死灵之书 死灵之书 是的 那个长生不老的中国人 曾说到过 在阿拉伯黄人阿伯渡的死灵之书里 有这样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双句 永远躺下的便没有死去 在神秘的万古中 即便死亡也可以死去 那是730年前的时候 在大马士革所撰写的书籍如是说道 警察局里的警员 完全被这人搞得晕头撞向 他们一次认为 死人说话连基本的逻辑性都没有 但所有审讯过程 唯有约翰对犯人交代的事迹 非常感兴趣 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会不远千里 来到这里找老教授指点一二 如果真的像卷中所记载的一样 那么 因有特人祭祀的时候 和沼泽参数所祭祀的雕像是一个物品 不仅如此 那位年轻人所说的克苏鲁 与来来耶 也是同属祭祀仪式上的词汇 是是巧合 还是说这些真实存在过的 种种疑问和好奇 虚实的瑟士顿去寻找那位年轻人 那么 有关于克苏鲁和活人祭祀 这背后是否有关联 以及提及到的中国克苏鲁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回苏芬解 喜欢节目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和关注呀 另外 别忘记多刷点SDF来支持一下我 我是周马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